在俄罗斯你可以刺杀总统,但千万不要激怒你 这个大妈,只是想报名参军 和长官却以她太胖拒绝 女人瞬间报名,她一把推开长官 接着就从旁边取下一根铁棍 下一名 只见笔直的铁棍,就如同绵软的面条 而她也用实力正常 自己并不是虚胖,而是死状 就这样,伴随周围女兵的欢呼鼓掌 胖女人当即就被录取 并且还得到了教官的赏识 女人当场惊恶,认为自己中了大子 可没成效,她刚刚填完体棍表 就看到了触目惊心的荧幕 只见一排报名的女人,竟都被剃成光头 她们眼含泪水,但是都没有选择退缩 因为就在此时,俄军前线已经溃不成军 幸存的士兵,每天都是吃喝玩乐 甚至和敌军都打成一片 看着前线传来的录像,俄军长官彻底报名 他随即下令,要组建一只女子赶死营 于是得到军队的号召 战斗民族的女人当即就站了出来 她们排成一条条的长龙 挨个坐着各种登记 里面有农民大妈,有贵族的有钱妇人 甚至是大将军的女儿 都在此时全部站了出来 就这样,所有人做完一切后 她们穿着新发的军装 肆意的在宿舍里面玩闹 似乎认为打仗,只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合到了第二天凌晨 随着女教官的一声呐喊 她们才明白到,战争并不是一场游戏 在之后的日子,她们天还没亮 就要开始十公里的跑步 九十度的斜坡,也得连滚带爬地躲下去 随着训练强度的不断增加 女人们的体力和技能也越来越像样 但对于教官来说 光有体力还是不够 只见她找出两个女兵 接着便让她们互相殴打 伴随教官的怒吼 所有的女兵也一拥而上 全部撕打在了一起 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所有的女人们,也不再是曾经的自己 活仇加恨,也在她们的心里挤压许久 所有人也都欢呼呐喊 期待着上阵杀敌的那一刻 就这样,伴随最高长官的确认 女兵们很快就奔赴战场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等她们根系万里来到前线后 遇到的第一个敌人,竟然不是德军 而是那群早就成为废物的男兵 女人本想简单理个话 没成想,却被直接推成了小光头 此时,每个女人的脸上都写满痛苦 但她们都没有选择退缩 因为在战场上面 里承光头才能更好地处理伤口 就这样,经过一番轮番检查 所有的女兵全都做好准备 齐刷刷地就踏上战场 可万万没想到 她们在前线遇到的第一波敌人 竟然是自家的男兵 女兵们立刻站成一排 做好了防备姿态 然而,刚喊多年的男人们 却对此并不在意 只见一个老头色咪咪地笑着 紧接着便要上手 看着老头猥琐的样子 女兵已经完全吓尿 关键时刻 女教官及时冲了出来 她声嘶力竭地辱骂着男兵 拿着手枪不断地威胁 看着态度如此强硬 而又坚决的女教官 男兵们只得信信地离开 本以为事情就会这样过去 但让女教官想不到的是 这里的情况简直太惨 不仅所有的士兵毫无斗志 甚至连最高的军官 也只是赖在屋子整日喝酒 见男兵们已经没救 女教官只好带着所有姑娘 驻扎在了战场的前线 可他们刚做完一切准备 不料 两名德军竟拿着白旗 大摇大摆地就走了过来 女兵们瞬间紧张 他们立刻做好防备 并迅速把女教官叫来查看 我不其然 经过一番仔细搜查 他们发现德军的本子上 竟详细记录着 俄军战营的一切 德军立刻逃跑 女兵们也迅速拿枪追击 然而 由于双方的体力悬殊 女兵还是被死死地掐住脖子 关键时刻 一旁的胖妞立即咆哮着冲了过来 而另一名逃跑的德军 也被女教官及时砸晕 就这样 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后 一名德军被当场活捉 似乎这群女兵 已经获得了第一次的胜利 随后 两个女兵便押送战俘走回营地 可意外的是 一个女兵在过战壕时 却不小心掉了下去 并且还不幸地扭伤脚踝 为了尽快押送战俘 另一名女兵只得单独前往 殊不知 一场危险也马上来临 一路上女兵一直保持着警惕 可德军却一直喋喋不休 不停地逗着女兵开心 女兵开心极了 他兴奋地学着猴子蹦跳 但突然 德军却一下子摔倒在地 随即他卑微地请求 让女兵把他扶起 但下一秒 女兵无助地挣扎 奋力地拍打着自己的胳膊 或许这一刻 他才终于明白到 战争并不是一场游戏 就这样 德军成功逃走 然而 另一边的女兵们 还在高兴地吃着午餐 庆幸地他们的胜利 可就在这时 一群男兵却不怀好意地走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一向刚毅的女教官崩溃了 她绝望地嚎啕大哭 无助的眼泪 也在她的脸颊流淌下来 而一旁的女兵们 也同样唉声哭泣 更崩溃的是 德军的残忍并不止于此 一发发地泡蛋 就如密集的雨点一样 朝着他们疯狂袭来 而一场惨绝人寰的战役 也即将拉开帷幕 女兵刚走出营房 突然就闻到一种特殊气味 下一秒 只见一发发的毒气弹 就如同密集的雨点 疯狂地就朝着俄军袭来 伴随毒气弹的爆炸 德军立刻就发起了突袭 而俄军的女兵也毫不畏惧 他们立即戴上面罩 接着便勇敢地发起冲锋 此时 战斗民族的血脉完全觉醒 国仇家恨在他们的心里 也已经积压许久 他们拿着钢枪刺刀 不怕死的就刺向敌军 最终 经过俄军加特林的疯狂扫射 这群德军也彻底吓尿 他们只得吓得匆忙逃跑 经过这一战 女子迎娶了显著的胜利 可看着地上堆积起来的尸体 此时 每一个女兵的脸上 都写满了绝望 因为他们知道 德军下一次的袭击 只会是更加猛烈 为了减少牺牲 女教官当即就找到商校 要求他派出男兵支援 但没成想 女教官的做法 却直接激起了男兵的愤怒 他们直接堵住女教官 接着便对着他一顿辱骂 听着男兵的言语 女教官已经无话可说 但让他更崩溃的是 此时人群中的一个男兵 竟直接打了女教官一个巴掌 而他不是别人 居然是女教官的丈夫 随即这个男人 就发疯一样对着女教官殴打 最终 在经过狠狠的一顿暴躁后 女教官艰难地爬起身来 他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保卫国家也是错的 既然男兵不愿帮助 那么他们只得全靠自己 于是到了深夜 所有的女兵们一起祈祷 紧接着 他们悄悄爬过前线 然后点着火柴 一把就点燃了身后的防线 他们要背水一战 决定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就这样 伴随女兵高喊着乌拉 他们很快就冲到德军战壕 此时 激压在内心许久的愤怒 伴随一颗颗的手雷被全部抛出 他们愤怒地端着机枪 对着这群德军就是一番扫射 最终经过一早上的战斗 双方的士兵全都死伤惨重 整个战场上也宛如人间炼狱 而与此同时 躲在营地的军官 听了一晚上的枪炮声后 他的内心终于在此刻触动 于是所有的军官 也立即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只见他们扯下弊章 接着便拿上武器准备支援 可绝望的是 此时的德军支援已经赶到 女兵们立刻反击 可对方的人数实在太多 最大的火力机枪手也被打死 情况万分危机 一个女兵立刻要投放手雷 但下一秒 看着手雷马上引爆 一旁的队友立刻飞扑 伴随一声爆炸 他选择牺牲自己 来保护身后的队友 可德军的火力简直太猛 很快 这群女兵们 就全被打倒了一处死角 他们无助地蜷缩着 似乎战死沙场 已经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归宿 此时 女教官无助地安慰着队友 不断地说着抱歉 每个人也在做着最后的道别 可绝望之际 女教官却突然听到 一股很大的动静 他缓缓扭头 不料眼前的一幕 瞬间让他破防 没成想 竟然是那群 早就弃战的男兵们 在这时全部冲了过来 只见男兵们高喊着乌拉 朝着敌军就奋勇激战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有兴趣的伙伴可自行查询 让他给云上显用了